台南市政府公務局 歡迎收看台南YouTube Show 台南行政家 我是輝哥 我是Robert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台南市政府公務局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這個時間點我們在這個地方 到底要幹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破除留言 我們要破除的是建築管理 這個發放執照的一些留言 建築管理能有什麼樣子的留言呢 是 我們過去從一些媒體的報導 我們可能常常會聽到一些 民眾要來向政府機關申請 建築執照都需要包包 或者是需要給公務人員一些好處 那這些都是啊 而為了破除這些留言呢 我們勢必就得找專家來為我們指點迷津 打破留言 打破留言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請到的是 我們台南市政府建築管理科的 麗莎科長 麗莎科長呢 體貼細心美麗 溫柔大方 誠懇 自信聰明 氣質 重點是非常的照顧同仁 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讓科長華麗的登場吧 對 對 大家好 我是傳說中的麗莎科長 很明顯的剛剛就是搖眼的啊 接下來我們要用快運快達的方式 首先我要請教麗莎的是 我們108年 我們台南市政府總共的發照量是多少 直接講數量大家可能沒有感覺 那我先說一下台北市 執照數量大概是600多件 那高雄市呢 執照數量大概是6000多件 而我們台南市呢 是13028件 這是108年的數量喔 13028件 這麼多 我們的平均天數是多少 我們平均天數呢 這要從民眾的感覺值來講 一般民眾感覺可能會覺得 我們執照審查需要 建造大概兩個月 只能使照可能要3到4個月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 平均天數就去年來統計 大概是建造32天 使照可能是38天左右 也就是說都在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內 可以把整個流程生理完畢 這個流程呢 就是從你掛號到零到執照了 那這中間有很多過程 是由申請人帶回去做修正的 也就是他改善的時間 都還是算在這個統計時間裡面喔 那我們同仁真正在辦理審查的時間 就我們內部統計大概18天左右 而且都在法定時間之內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那針對你剛剛講的這個影響的一些因素 影響速度的一些因素 那你們做過了哪些的改善措施呢 近年我們為了加速審查 我們有辦了所謂的單一窗口 就是重大案件單一窗口 就是重大案件單一窗口 像稍微年輕的那些重大案件啊 或者是大樓型的案件 或者是工廠類的案件 我們由單人、專人、專審 這些案件呢通常在3000之內都能夠審查完畢 所以這加速了整個經濟的開發時程 那另外我們推行呢所謂的開放空間審查時程縮短 那這中間還代替了一個機制就是所謂的線上審查 我原本在送件 你的申請單位送件做副審的時候 我原本在線上審查 那加速這個使照輪核發 然後還有推動了一些所謂的透明化場景的機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風 也讓我們去這個整個過程審查 加速了15天 好的接下來我們要請教的就是呢 有的時候呢我們還是會遇到民眾 企圖要補貨公務員的心事 拿了這個 打開來看 這個給公務員 請教一下呢通常你們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是如何處理的呢 通常當然是不能收啊 而且呢我們都要交給政府單位 這個是我們去年一系列提出的一些政策啦 那最主要跟民眾宣導就是說 你可以用我們的這個創立的透明化的查詢系統 去了解你的案件的申請的狀態 也就是說現在按這個每一動步驟都可以再往上查到 現在在承辦手上呢 補長手上或者課長手上 或者其他的什麼結果都上面看得到 所以當你有案件申請的時候 你也不需要透過代辦業者去轉述說 把這案子在承辦手裡其實就已經推薦了 或者在事務所手上 這個透明化的動作可以減少不必要的一些懷疑 好的 如果你對於公路局建築管理局還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打電話過來我們結成的為你服務 那我們今天在留言多別人 成功 讚讚